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桑 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消防局里面呢 有一个白痴灯泡 从1901年开始就每天24小时 一周七天直到今天还在亮着 一个灯泡可能比你爷爷奶奶的年纪多大 你可敢想啊 甚至啊他还有自己的网站 每隔30秒更新实时画面 哎在2001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 还专门为这个灯泡呢写了一封感谢信 哎呀 突然也不知道这美国总统是不值钱呢 还是美国制度太人性化了 虽然这个灯泡这一百多年 因为各种人为原因中间短暂的灭了两次 哎但是灯泡的灯丝啊 可是一点毛病没有 这最起码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厂商其实早在百年之前呢 就已经有能力生产非常非常耐用的产品了 甚至呢可以用一辈子 那为什么我们的电灯泡总是要更换呢 原因很简单呢 一辈子不换电灯泡 灯泡厂家和西北风啊 于是就催生出了太阳神垄断联盟 潜在的通过控制白尺灯的寿命 来操纵灯泡的制造和销售 说白了 这背后其实都是资本在作祟 而灯泡的发明者 艾迪生 和他的死对头被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 特斯拉 其实呢也都是资本的牺牲品 他们俩还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大战 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讲一讲电流大战的前传 我们今天打开GE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网站 在公司历史中 你会发现1878年GE公司的前身 艾迪生电灯公司成立 没错 当年艾迪生就是靠着金融大佬 GP Morgan的投资成立了这一家公司 从此呢 当上了总经理 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想一想 我还替他有点小激动呢 但同时 他也死死的被资本给套牢了 1882年 艾迪生建成第一座直流发电厂 而这时候被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特斯拉在干嘛呢 他呀 此刻正在巴黎的大陆艾迪生公司 安装室内白痴灯呢 顺带维修电机什么的 1884年 特斯拉为他的经理带到了美国 继续为艾迪生打工 不过不再是装灯泡了 而主要是负责排除设备故障啊 改进发电机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他只干了六个月 就辞职了 网上流传说 艾迪生让特斯拉改进发电机 并承诺给他五万美元 结果 特斯拉给做出来了 艾迪生却说 这是个美国式的玩笑 你听不出来吗 哈哈 就拒绝给特斯拉奖金 于是特斯拉一气之下就辞职了 但实际上呢 通过特斯拉的自转 你会发现 承诺给特斯拉五万美元改进发电机的 并不是艾迪生 而是当时的艾迪生机械厂经理 可见人们是得有多么痛恨艾迪生啊 什么事都往他头上扣 随后 特斯拉要求涨工资 从每周18美元的工资涨到25美元 又被拒绝了 得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特斯拉不干了 跟人合伙创业 开公司了 要么为什么说年轻人做事冲动呢 特斯拉被合伙人给坑了 沦落到每天为两美元的工资去挖钩 挖着挖着 却又发现 挖的钩竟然是给艾迪生的公司 买电缆用的钩 哎 人走背字的时候啊 连挖钩挖的都是前任的 你说惨不惨 1888年 美国西乌电器公司相中了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 不仅花6万美元买下了专利许可 还承诺以后交流电产生的每匹马力 给特斯拉2.5美元特许权使用费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唠一唠特斯拉的交流电专利和美匹电2.5美元报酬这档子事了 人们都说特斯拉是交流电之父 有人同意 有人不同意 也有人说特斯拉放弃了他的专利 造福全人类 否则哥今天呢 他就是亿亿万富翁 也不至于死的时候 身无分文 这话吧 也对也不对 交流电的发明者是法拉第 特斯拉是交流电感应电动机的发明者 这就好比我们都叫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可是他也不是杂交水稻的发明者呀 所以叫法拉第交流电之祖 叫特斯拉是交流电之父 基本上也没毛病 理解万岁 再然后这个2.5美元没匹电呢 实际上直到西乌电气公司出现财政问题之前呢 特斯拉一直都在收着这笔费用 他那个时候啊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 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 结果呢 西乌电气公司的老板因为负债 濒临破产 无奈之下他又找到了特斯拉说 哥们啊 公司快破产了 如果我完了 那你就得面对银行那帮混蛋收回 特许权使用费这档子破事了 结果 特斯拉一边撕着当时的合同 一边说 当初我难的时候 是你拉了我一把 现在你有难 哥们儿不能见死不救啊 而且让更多的人用到交流电 是我的心愿 咱哥俩一起把隔壁的交流电 给他干掉 就这样 特斯拉一手拯救了西乌电气 某种意义上 也拯救了他自己 于是以爱迪生摩根直流电为代表的资本集团 和以特斯拉西乌交流电为代表的资本集团 正式开战了 但是讲了半天 他们俩除了私人恩怨 为什么要开战呢 1882年 爱迪生建了第一座直流发电厂 可以为附近的几十名居民提供直流电 但是这个时候吧 有个男人本来想找爱迪生合作 结果却发现了直流电的弊端 这个男人就是西乌电器的创始人 威斯丁豪斯 他发现一个直流发电厂只能对附近的用户供电 远了就不行了 电力损耗太厉害 而爱迪生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 每隔一段距离建一个直流发电站 串联在一起 只不过这得砸多少钱呢 什么时候才能盈利呀 换句话来说 直流输电系统在当时想盈利 不现实 于是威斯丁豪斯想到了交流电 也就是说可以使用变压器 把发电机所产生的直流电 转化成交流电之后 再输送电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会有太多的电力损耗 等电力出送到家庭之后呢 再利用变压器把它转化成直流电 就可以让灯泡亮了 这么说吧 你现在如果去郊区 就会发现很多高大的高压电电塔 上面的电缆里面的电呢 是高压电 发电站把电发出来之后 先要升压到高压电 送到城市以后 需要通过变压器变压 才能用在家用电器上面 而当时的威斯丁豪斯 只不过是用木桩 代替了咱们现在的电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电都可以升压降压呀 直流电在当时就不能够 直接变化电压 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 就在于电流的方向 我们常用的电池供的电呢 就是直流电 它的电流方向只有一个 而我们家里插座的电 就是交流电 它的电流方向 会有周期性的变化 这里有个国外大神做的视频 讲的是电是如何产生的 几百年过去了 尽管现在发电机的种类很多 什么同步发电机呀 异部发电机呀等等的 容量从几微瓦到上亿瓦 发电方式也不相同 有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风能发电 核能发电等等的 但是他们的原理 却和当年法拉第造的 第一台发电机的原理 基本相同 都是法拉第电磁感应的原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传统意义上来讲 电流大战是 爱迪生和威斯丁豪斯之间的战争 刚开始啊 没特斯拉什么事 但是直流电能驱动电机 可以工业使用 交流电不能够驱动电机 只能用于灯泡啊 等等这些照明设备 哎 这个时候 威斯丁豪斯才重力 寻他千百度的发现了 交流电天才 尼古拉特斯拉 但实际上啊 特斯拉早就已经意识到 直流电的弊端了 早就已经把 使用交流电的方案 给交上去了 但是爱迪生拒绝了 一方面可能是 爱迪生感觉 到底我是老板 还是你是老板呢 我让你改进直流电机 没让你否定我伟大的 直流电设计方案呢 另一方面 爱迪生可能是舍不得 手里的直流电专利啊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特斯拉 离开了爱迪生 并且在1887年 帮助威斯丁豪斯的 西屋电器 研发出了世界上 第一个交流电感应马达 异部电动机 完全克服了当时 直流电的弊端 估计爱迪生 肠子的悔情了 但是他不能承认失败 更不能屈服 因为他是发明大王 于是为了让直流电系统 能够稳居市场的领导地位 也好像以摩根 为代表的资本呢 有个交代 爱迪生硬着头皮 正式开启了电流大战 关于特斯拉 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甚至还有人说 神秘的通古斯大爆炸 就是特斯拉搞出来的 粒子武器不小心 时间穿越 爆炸了 那么 关于特斯拉被誉为 最接近神的真相 是什么呢 电流大战 他和爱迪生 究竟谁笑到了最后呢 关注订阅我 下期 咱们接着聊 一如既往 我是亚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男人